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請接著我們來關注 現在民進黨好像已經把黃仁勳 變成了一個拿來做抗中保台 認知作戰的一個工具了 一直在消費黃仁勳 我們看黃仁勳這幾天在台灣的行程 當然媒體都很喜歡報導 他講了一句話說 水啦 這一句話很好 也沒怎麼樣就很接地氣 讓大家覺得很親近 可是在民進黨的耳中聽到的不一樣 他們聽到的是說 這句話到底是屬於台語還是閩南語 這樣也可以開始做文章 竟然在立法院裡面有綠營的委員 在質詢水啦到底是應該算什麼 要證明這件事情 我們來聽聽 他講的應該是台灣台語 台語 你看你也說台語嘛 主席我可以冒昧問你一下 我頭段來講什麼 台語 對 到底是台語還是閩南語 其實這個以前 根本不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就有些人講台語 有些人講說是閩南語 然後大家也不會特別做這件事情的文章 但是就是從民進黨開始 他們一直要講說 我們不是閩南語 我們是台語 然後這件事情就開始變得敏感起來了 現在甚至敏感到說 要把這個碎啦 這個來延伸說我們藉著 黃仁勳要開始來打一波抗中保台 所以到底是閩南語還是台語開始引發了一個論戰 好嗎 那如果真的要證明的話 台語到底算是什麼樣的台語呢 我們看這個陳培育喊說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閩南語證明為台語 因為現在在國小裡面他們在學閩南語 就是他們的課本上面就是寫著閩南語 那可是以後要改成台語嗎 他說有85%以上的民眾贊成 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調查 他說這叫做民間共識 要求文化部跟教育部證明 可是馬上有這一個原住民的 這個陳大考古所的教授 台幫這個薩莎勒 他這位教授出來講說 台語代表的意思 如果是代表台灣本土的語言 那如果是的話 台灣這塊土地上最早的語言 就是原住民的語言 你不要搶走喔 台語應該是要先定義 原住民可能最早在這邊的是哪一族 然後他們的語言 那個才能叫做台語 所以沒錯 這有道理 那其實你就算是閩南人 也只是比現在所謂的外省人 早一點來到台灣 怎麼用要去做這樣子的文章呢 那再來我們現在真的是 好像一種文字語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講到說 小朋友在聯絡部上面 寫了估計這個詞 被老師給框起來說 別用中國用語比較好 可是估計其實本來就是 我們很常用的一個詞 讓大家聽完就覺得 黑人問號 這也算是大陸用語嗎 那今天文化部長這個小野 他就出來講說 其實文化本身就是一個融合 政治是一回事 沒有必要刻意排斥 那這個就算是用估計 就算是用接地氣 我們其實現在用得很習慣 大陸這些用語 碰瓷啊什麼的 那大陸也會用一些 我們台灣的用語 那這就是一個文化的交流 有必要這樣子在做操作嗎 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講給 他們自家的立委們在聽 或者是一些綠營測音在聽 那再來 這個黃仁勳 他有一番話 才是真正的大實話 民進黨聽到的是水啦 但是我們聽到的是黃仁勳在講說 供電是一個問題 因為供電的確對於AI要在這邊設廠來說的話 的確是個挑戰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完整講法 對 所以其實黃仁勳點出了這個問題啊 必須要供電充足才能夠設廠啊 結果網友們開始在那邊延伸講說 哇 糟糕了 黃仁勳講了我們平常都不敢講的話 我們只要講缺電 可能會被當假訊息耶 那黃仁勳會不會被罰三百萬呢 黃仁勳會不會講出這是假訊息呢 因為所有的民進黨的人都告訴我們 沒有缺電 那你怎麼可以說這個電是一個問題呢 那語出驚人講台灣電力是挑戰的 這一番言論已經符合了造謠的標準了 請問我們會不會罰黃仁勳三百萬 當然這是一個無奈的反諷喔 那現在的確你看這個卓榮泰跟這個 童子協他們現在不斷在提出啊 全世界都處在AI運算的軍備競賽當中喔 你一旦能夠省下來這個電 大家就會趕緊把這個算力再拉上去喔 那連美國的商會都在擔心台灣的能源穩定 因為雖然這個賴清德講說很穩定啊 可是他們講說如果接下來這個我們的這個經濟部長喔 講說是要靠綠能來供應喔 其實讓他們美國商會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綠能的供應是不穩定的電啦 哇 美國講出了一個大實話 但是不可以質疑美國喔 所以現在民進黨好像也沒有鴉雀無聲 也沒有人出來講 郭志輝喔是不是一直喊出來說要 這個核電恐怕也要被洗滌了 那你們看卓榮泰宴請綠尾喔 結果郭志輝因為講到了核三演義這件事情就被嗆了 綠尾就講說非核家園的立場有沒有改變啦 那如果是支持非核家園就不該說修法過了喔 但是卓榮泰趕快講說 沒有啊 我們這個非核家園立場其實並沒有改變 那問題是郭志輝早上講的講法是不一樣 是矛盾的 他說法的問題拿掉 這個核三演義是會考慮的喔 那的確這個卓榮泰跟郭志輝現在他們到底要怎麼樣拆這個蛋呢 非核家園這個非核神主牌 到底拆不拆得掉 到底能不能解決電的問題讓AI順利的落腳台灣呢 這恐怕這是一個言論上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卓榮泰就提醒他說小心言論被見縫插針喔 那吳四耀也講 近期郭志輝的言論被媒體做了過當的揣述啦 那很多的在野的委員見縫插針 又拋了一個鍋過來喔 就是是你們在見縫插針 不是郭志輝有矛盾 不是民進黨有矛盾喔 所以這一切都是在野黨的錯 哇 這個鍋拋得真好 我們來問一下楊明哥 首先第一個相信黃仁勳先生他在台灣的這些 因為他明天就要回美國去了 我想這一段故事 大家會覺得記憶猶新 會不斷的回味 而且他在台灣的點點滴滴 接下來可能是有很多的不管夜市攤商 或者是一些餐廳 他去過的地方都會變成熱門的景點 那語言其實我想這位質詢的這位陳培育委員 他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 我們是在國家語言是有一個法律的 叫做國家語言發展法 我們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裡面說 我們的國家語言是 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 即台灣首語 我告訴你連台灣首語都是台語 所以如果今天你講的 你把米南話獨尊為台語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 客語是不是台語 原住民語是不是台語 還有一個我告訴你我們現在 你知道我們的教育部的課綱裡面 本土語言還有一個 閩東話 什麼是閩東話 馬祖人 馬祖在講閩東話 所以當你今天你獨尊米南語的時候 只有米南語是台語 這叫做 這個叫本土他們什麼 米南的沙文主義 就是只有我台語才是最大的 可是這就違反了我們國家語言發展法 第四條國家語言一律平等 一律平等 所以立法委員請你先搞清楚我們的國家語言發展法 這個國家語言發展法是民進黨時期 民進黨2018年2019年那個時候立的法 是民進黨立的 你們自己的委員都沒有把這個法搞懂 不要急著去把這些語言貼標籤 像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像我自己 比如說我的父母親都是外省 主籍都是外省 所以我們沒有客家 沒有原住民 沒有閩南 也沒有閩東這樣的一個母語的問題 可是因為現在本土語言是必修 即便是這樣家庭 你就是得要四選一 你就是得選 問題是他的母語 就是這些家庭他們的原始原生的 比如說過去的一些方言或什麼 很抱歉是沒有辦法繼續學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這個制度上面的一些很奇怪的現象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能源的問題 是我們國家必須要務實面對 郭志輝部長來自於半島地產業 他知道業界會碰到什麼問題 而我們民進黨還要不要用政治處理 這是民進黨的挑戰 好 來問強哥 其實我還蠻肯定郭志輝 也蠻同情他了 他就是一個正常人 看到台灣現在確實有缺電的問題 跟黃文鑫一樣 他點到台灣缺電問題 可是民進黨就是一個頭埋在沙子裡面 然後就跟那個郭志輝講說 你頭不埋進沙子裡你就可以滾了 就這個意思 逼著他把頭埋到沙子裡面去 為什麼 我前天才質詢郭志輝 我質詢 我真的覺得他其實蠻老實的 他也這個專業這件事情 他目前為止還沒有被洗滴掉 沒有被民進黨墨水洗滴掉 我就說 馬總統以前跟我講 他對於非和家有四大預言 我問他這預言兌現了沒有 第一個是 20%的綠電 這個2025做不到 會跳票 蔡英文會跳票 我就問他會不會跳票 然後他撐了好久 撐了一分半鐘 因為他真的很增長 他也不能說沒跳票 但又不想講會跳票 撐了一分半之後 我就說部長一分半了 他說照你的問法是會跳票的 他就直接承認蔡英文跳票 那我第二問說 那賴清德還加碼要30% 他把你們20%做不到 現在到現在才做到9%而已 結果你說203年6年後 你要做到30% 我說你趕快打包票 他當場也不敢打包票 因為他也不敢幫這個30%背書 那我問他第二個問題 我說火力大陣違反世界的減碳趨勢 這個預言成真了沒有 他說這馬總統這預言成真了 我們確實是火力大增 他也肯定馬總統的預言成真 第三個我說電價必漲 我想問馬總統的8年漲23% 蔡英文漲33% 請問哪一個政府漲得高 他也很老實 所以是33%比較高 然後我就說那我問你 你敢不敢像蔡英文一樣 保證10年不大漲電價說 我以一個科學負責任的態度 是不能做這種保證的 所以又狠狠的打了蔡英文一個耳光 那講到缺電的問題 我就拿具體數字告訴他 我說擴除天災以外 過去20年我們發生 百萬戶以上的大停電 發生幾次 他答不出來 因為他剛當部長 台電來講四次 我說四次是什麼時候發生 全部蔡英文任內發生 我說你們一直講不會缺電 對 我現在聽懂你的意思 沒有缺電但是拼命停電 拼命大停電 那我也就拿一個台電的數字講 台電當場的點頭說 2016年馬忠銘卸任的時候 就亞民你家平均起來 你一年大概停16分鐘停電 很可惡 那你家停電16分鐘 你知道2022年是 台電給我最新數字 一年我們每人要停電多少分鐘 你知道嗎 106分鐘 然後他就跟你講不缺電 可是狂停電 最後回頭講 我覺得我不知道 郭知輝可以撐多久 四個問題他全部狠狠打蔡英文四個耳光 也打賴清德耳光 這一種專業的官員 我非常擔心他的前途 犧牲打了 來 問一下宇軒 沒有 我就從民進黨的角度去講起 因為我也是有認識一些民進黨的朋友 有一次吃飯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印象深刻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同桌 你們大家都說台語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突然講台語 講哪一半 另外一個人就嗆啊說 欸 你愛台灣 台灣人你說不會要說台語 然後他直接冷冷一句 對 我客家人 為什麼我要會講民人話 這民進黨自己吃 所以你去問問看 民進黨看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講台語 蔡英文台語很破吧 對不對 所以那你現在這個角度 你如果要把這些排擠掉的話 不好意思 過去你們對於客家票 也不是不遺餘力嗎 而且除了客家人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族群 當然有 所以這不會是一個是 好不好 我覺得有些人就是去中話 講白了他就講去中話 因為閩南這個聽了就很像中國來的 所以他就不舒服 那不舒服你去看醫生 不用做這種事情 但奇怪 但你看像這個國小生聯絡部 這個也事情 你知道我們民進黨的官員 最近不是都很喜歡講接地氣 民進黨的官員 如果我們照你的邏輯 最近一堆民進黨人士 也是都一直在講支那用語 照你們這樣講 他自己都不知不覺的你知道嗎 因為抖音太多了 他表面上反抖音 自己手機每個人都裝抖音 每個人都華人開心 每個人都在抖音愛奇異 所以不知不覺連他們自己 口吐出來的一些論述跟講法 通通都是跟這個有關的 至於能源的問題 他真的最大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郭志偉其實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把 相關的能源政策 把它回歸市場機制 就是說不要再用補貼的了 因為他是一個企業家 因為企業家不會覺得說 我經營一個台電 然後整天都在賠錢 然後中油還要跟著賠 太離譜了 回歸市場機制 回歸市場機制我們要cost down cost down的方法是什麼 就不排除核能 但郭志偉犯了一個錯 這個錯反而不是政治 反而是黨人財路 各位知道嗎 民進黨是不是一直在講說 2兆5000億的法案是浪費錢 說花東三法浪費錢 結果他們自己提出了一個 9000億的精靈計畫 又要搞綠能了 又要撒錢了 所以對於這些人來講 綠能是不是很好生意 你郭志偉如果有核能 它是一個替代的概念 我綠能這個產業 這塊就賺不到錢了 再退一萬步 還有什麼天然氣也是賺得到錢 你根本有興趣的去估計一下 天然氣到底我們都跟哪些廠商買 都跟美國有關的買 所以這真正的背後的問題 到底也不是說民進黨真的傻 真的笨 真的為了意識形態 都為了守蔡英文的省主牌 蔡英文的省主牌沒有那麼香 最主要的問題核心在於說 這個後面有滿滿的商業利益跟計算 而郭志偉這個人擋到人家的財路 才會現在被群起工資 感覺快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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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快要做